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0万,死亡9万 威斯康辛州确诊病例超过14000,死亡500人 很多人问我房市是不是崩了 我说是,不过是往上崩 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数据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反直觉的房价上涨 首先要说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一,房地产交易是否停止 并没有停止 房地产交易属于essential business 依旧正常进行贷款 房屋估价,房屋的检查,过户等等 具体的活动依然有条不紊的进行 二,现在看房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依然可以看房,鼓励大家先看卖家提供的视频 也可以选择用手机和代理现场直播,网上看房 当然,买家实地看房也依然允许 一般卖家限制参观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 不允许买家看房时间重叠 同时限制人数,限制儿童等等 大多数的卖家在房间入口提供了手套、鞋套、消毒液 看房过程中需要佩戴口罩 需要佩戴口罩、手套 不要触摸房主的个人物品 进入和离开的时候要消毒双手 有症状的买家就不要去看房 好,接下来看看现在的形势 我手上现在有二三四三个月的数据报告 一月的数据已经讲过,今天就不说了 二三四这三个月,二月和三月是几乎不受益性影响的 四月份受到较大的影响 这里的月份指的是交易完成的时间 比如说四月份的数据反映的是二月和三月的市场情况 好,先看看整个威斯康辛州的数据 二三四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 销售数量下降0.9% 增长7.9%和下降6.9% 房价中位数分别增长8.6% 12.2%和9.7% New Listing数量分别增长15.4% 1.2%以及降低了38.2% 现在的市场卖家数量骤降 买家的数量应该也有所减少 但是并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 目前看来更加的偏向卖方的市场 如果看Dane County的数据 二三四月的房价中位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3% 6.1%和5.3% 增长的幅度是比较稳定的 好,下面再看看Madison这里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上市房的数量 这是每周上市数量和去年同期相比的数据 蓝色是去年,橘色是今年 前12个周差异并不大 今年的数据甚至比去年还要好一些 第十三周开始 州长宣布Safe at Home 可以看到上市房的数量立刻暴跌 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0%左右 可以看到疫情影响还是相当之大的 如果上市房数量在未来几个月 没有实质性恢复的话 今年的房价肯定还会继续上涨 很多人说现在的市业率暴涨 股市暴跌,经济萧条 房价应该暴跌 但你要考虑如下四点 第一点,联邦铁了心要大手笔来挽救经济 已经通过了历史上最大的救援法案 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3万亿美元的新法案有可能会进去通过 失业者可以申请各州的失业金 以及联邦每周600美元的失业金 很多人失业后收入比工作时候还要高 第二点是失业者大部分是低收入人群 本来他们也没有房产也不打算买房 他们的就业情况对房产的市场影响微乎其微 第三点,现在的政策允许租客缓交房租 房主缓交贷款,禁止银行forclosure 所以近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房主不得不卖房的情况 这点是和08年很不一样的 第四点,你要看Madison这里的大雇主 包括了州政府,University of Wisconsin,还有医院系统EPIC 这些地方员工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失业 所以我个人的意见,你要是买房自住就赶紧下手 房子降价是等不来的 下面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下Madison这里的交易的速度 竞争情况以及成交的价格 首先看房子卖掉的速度 横坐标是上市的天数 纵坐标是卖掉的数量 二月份一共成交258个 30天之内卖掉146个 10天之内卖掉120个 三月份成交350个 30天之内卖掉222个 10天之内卖掉183个 4月份成交409个 30天之内卖掉325个 10天之内卖掉268个 可以明显看出销售的速度有所加快 对于买家来说 如果不在房子上市后立刻下手 将会很难买到状态比较好的房子 对于卖家来说 如果房子在上市的第一个星期仍然没有卖掉 你不采取降价等措施 将会有很大的概率 房子烂在你的手里 好 接下来看看买家的竞争的情况 蓝色是没有竞争 橘红色是有多个买家竞争 可以看出买家竞争的情况 从二月的28% 增长到四月的38% 虽然有明显的增长 比往年忘记的50% 左右的竞争比例 还是相去甚远 随着天气的转暖和疫情的好转 我们相信买家竞争的情况会相当普遍 好 最后我们看看成交价和卖家要价之间的关系 横坐标是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百分比 纵坐标是某一百分比对应的交易数量和总交易数的比值 可以看出 红色的柱子表明很多房子是按照卖家的要价成交的 左边的蓝色柱子表明买家讲下来一点价格 右边的蓝色柱子表明买家是加钱成交 从二月到四月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是蓝色柱子明显向右移动 四月加钱成交的交易数比降价成交的数量还要多 可以看出竞争的残酷性 好了 过去三个月的交易情况跟大家做了简单的分析 如果你要在疫情期间卖房 希望你能够注意安全 如果你要买房 我建议你需要找一个水平比较高 动作比较快的代理 同时要丢掉捡便宜的幻想 如果你想联系我 可以扫描二维码在微信上加我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